為什麼療養院 都這麼多人 桃園療養院 桃園醫院 都是八成樓 多少個小朋友 15歲被關到25歲 很劇區在關 不過他的確問一個問題 很難回答 就是說我們國家你知道 如何用社會福利之路 來照顧這些人 常常是這樣啦 我們沒有辦法考100分 所以至少先60分先做 為什麼我說我的人生哲學 心存善念盡益 我們可以救多少算多少 如果這個社會更有錢 經濟更好 我們就可以給那些所謂的 身上人士更好的照顧 好 大家稍安護照 其實北北基桃 本來就是所謂的首度生活圈 特別在機場捷運蓋好以後 這個交通更方便 據我所知桃園的工業產值 在台灣的所有縣市中也是低名 其實如果用黃地產的角度來看 應該是桃園 黃地產在未來幾年增加會最多的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是還在發展當中 那這個地方還是有很多我們客家的 紅包你知道 其實 客家文化是這樣 常常一直在想說客家的語言怎麼保存 其實 有一年我去紐約 你知道 我問那個紐約市的文化局長 我問他說 你們紐約都是很多移民的社會 有各國人來 我說你們對這種這麼多語言 要怎麼保存 他跟我說其實 單純保留語言不容易 如果有結合文化跟宗教就會比較容易 這就是為什麼 義民節在客家文化這麼重要 因為說義民節他就是 因為你那個活動到了 你一定有那個宗教的儀式嘛對不對 所以其實同樣的道理 我們在目前台灣 大概有70個客家莊 在政府的那種設定裡面 其實應該做到每一個客家莊 都要有它的特色跟它的結性 所以我們在這個時代 如果要讓我們的客家文化 客家可以這樣更發展 一莊一特性 一莊一特色 一莊一結性 其實要做起來 另外一點是這樣 有時候還是要用國家的力量來幫忙 你想想看 我們這些客家莊 如果我們輪流 每一年都辦那個叫 國家級的客家藝術節 各式各樣的客家表演 從唱三歌到喜劇到什麼 客家藝術節 然後順便再辦那個 客家的學術研討會 再順便 像台商你知道 每年都會回來台灣 辦那個聯誼會 我們可以辦一個 全世界客家台商聯誼會 其實台灣 因為當時 中國大陸這樣過來 你看四海大平安 什麼腔調都有 其實台灣可以扮演 那個世界客家中心的角色 為什麼要講這個你知道 常常有人在講說 政府到底要做什麼 我跟你講 政府不會比業界更了解市場 這是我的信念 所以政府常常不要幻想說 他要做什麼 政府只是建立一個平台 然後讓個人跟企業在上面 可以很有效率的運作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不要幫他做什麼 我們只要說 你有什麼困難 你列清單出來幫你解決 你寫十條我也不敢講說 你十條我幫你解決掉 你講十條 五條沒有問題 五條幫你解決掉 剩下兩條我再想一下 我再幫你解決掉 所以大概一般來講 十條大概解決七條沒有問題 可是 為什麼這很重要 你知道 這就是我的經驗 你知道 我們每天把遇到的小問題 一直解決 一直解決 後來就根本沒有問題 所以 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你就是說它不是問題嘛 你說它是問題 它就是 才有辦法解決 所以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第二 小問題解決的就沒有大問題 第三 所有的小問題就解決了 就 根本沒有問題 我想你們都以前都有聽過 什麼英英美代詞 我跟你講 你那個英英美代詞的叫 公本美代詞 第四條蠻有趣的 你不解決問題 問題會解決你 後來我每次在台北市政府 我都跟我們那些官員講說 你要是不解決議員的問題 議員就會把你解決 所以你不解決問題 問題就會解決 第五條 當問題還不是問題的時候 你拿出來講 大家都會幫忙 當問題變成問題 你才拿出來講 那就 你就會被罵 所以到結實是這樣 政府的 政府就是一個很認真 每天把老百姓遇到的問題解決掉 老實講 老百姓最關心的 還是他家門前路有沒有平 水溝有沒有通 燈有沒有亮 所以 人民的小事就是政府大事 我們就是要把政府的問題解決掉 你看看 因為選舉 還不免要批評一下對方 你知道 我跟你保證 未來兩個月 戴清德一定不會講 那個什麼 什麼偉大的國家政策 他只會講抗中保台 這個人不是要嘲笑他 你知道 你們嘴巴說抗中 身體輕忠 而且 輕忠挺共 我告訴你 其實這個事情嚴重在哪裡 因為趙天林是 外交國王委員會的招集 你每天都在接觸那些國家機密 其實這蠻嚴重的 但是我一直在想 到現在 蠻青德有沒有出來說明 我跟你說 蠻青德只能打抗中牌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說不打抗中牌 難道他要討論雞蛋嗎 要討論疫苗嗎 要討論快篩嗎 要討論光電嗎 要討論毒渣 討論88槍 他怎麼可以討論 神奧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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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還有神奧電廠 你想想看 蠻青德怎麼敢討論這些問題 他那時候說 民進黨要有這個 比道德更高的水準 所以他們民進黨提名的 立法委員 已經幹掉七個了 你知道 有不好就化掉 有不好就化掉 人家有小瑕疵你就把它化掉 講到你的時候 你怎麼都不動了 所以我跟大家講 講別人容易做自己的問題 IMPOSSIBLE 所以是這樣 這一次說到 我告訴大家 我這一次選舉 我的競選主題曲 叫簡單的 其實這就有它的意義 我希望說 我們外面這個世間 做一個簡單的人就好 我們只要 不要這樣講話彎彎彎彎 我們做事情認真 公費比較勞心的 那樣彎彎彎彎彎 這樣就可以在這個社會 很高興很安居樂 也快樂的生活 這才是政治的目標 國家不應該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說那句話 賣貪物就好 我們台灣正正當公 照顧來 我們就新加坡 國家怎麼會無法這樣 當地有幸福 是在衝出來 看我們沒有 所以我聽說 我們希望台灣 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政府講話是可信的 所以絕對不要為了個人利益 犧牲國家利益 不要為了短期利益 犧牲長期利益 不要為了少數的利益 犧牲多數的利益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希望 大家正常的國家 政府講話是可信的 司法是公平的 所以我跟你講 台湾的司法有公平嗎 有 有錢半死 沒有錢半死 我跟你講 哇 那狹狗風這樣嚇嚇 嚇嚇 你知道嗎 奇怪 他們那些 那個八十八槍 為什麼都不炒 怎麼一回事 所以司法要公平 司法不可以變成政治工具 再來 法律是要遵守的 我們待會兒法庭 大家不在心頭 再來 公務員是服務老百姓 其實公務員 不是整老百姓 公務員也不要換起來 我們是什麼領導監督管理 不是 我們就服務老百姓 總統跟立法委員的選舉 是同一天 很容易造成 某一個政黨 他的票數過大 所以 他的權力就會過大 還有 總統的連任 會造成大法官 卻由總統提名 沒辦法制衡 目前那個 總統的罷免門檻也非常的高 造成他 選民拿他沒辦法 我跟大家講 權力使人虎化 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虎化 所以有時候是這樣 如果做一個高位的人 他願意把他的 權力自我限收 反而可以 比法律還有用 我跟大家講 我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我就規定 十十等以上的官員 要升等 要用臨選制度 一開始我推這個制度的時候 很多人跟我講說 你做市長要升上是你的管理 你為什麼把自己的權力限收掉 因為後來台北市的公務員發現說 原來 投票到市長是十幾票 市長只占一票 所以他就發現說 他不要只巴結市長 他只要認真做事 我可以講 巴結一個市長容易 你要巴結十幾個不容易 有一次你知道 我那個動保處的處長 他要 要去中央任職 要換位置 他來找我 他說 柯市長 我對你是很有意見 但是 你那個臨選辦法 我還是要感謝你 他說我當公務員 最後這幾年 每次要升等 他一定是 那三個人 三個名單被送上去 可是他 他是個女生矮矮的 他說我們也沒有辦法去 去拔鬧 去逛街 所以每次那個長官在圈 你知道 都沒有圈到他 所以他已經好幾次升官 都升歸過 他說我再怎麼認真也沒有用 是因為你用這個臨選制度 讓每一個人 如果他認真 得到同事的認可 他就有機會升官 有些東西 沒有辦法一直一天到達 但是我們要建立一種政治文化 就是說 有權的人 你知道 會想著說 我願意獻收我自己的權利 然後公開透明 然後把權利下放 這樣的話 整個國家會走得更 更穩 走得更遠 現行的長照政策裡面 因為我們是屬於 居家 倒宅式的派遣 居服員 倒宅提供服務的 這樣的長照服務 那因為現行的政策裡面 對於就是 有申請外籍看護工的家庭 他是不能夠使用 長照2.0裡面有關 照顧服務這一塊 那其實我們都知道 居家服務是屬於 輔助性的服務 那 申請外勘又是屬於全食 那其實 家屬都是會希望能夠使用 24小時的外籍看護工 那會導致我們居家服務 容易成為跳板 那 想請問客主 其實是 後續您在長照政策這一塊 可以怎麼樣做到 就是居服跟我們的外籍看護工 能夠相符相成 我們有叫長照的服務 比如說他可以來你家 一個禮拜來幾個鐘頭 幫你洗澡 打掃 或是來跟你做一些護健 可是很奇怪 你只要顧了那個外籍看護工 就不能用這些服務 所以我回答你的話 這個制度一聽就是不合理 把它廢掉就好了 他意思是說 有喝咖啡的人不准喝茶 其實我知道他真正的原因 全部夠 我們現在花在長照2.0 一年大概600億 如果要全部cover大概要2300億 其實我跟大家講 政府不是沒有錢 真的我跟你講 我當過市長也清楚 政府不是沒有錢都亂花 他那個長照 其實 其實他就是沒有錢 想一個理由把你封殺 就是說 他本來應該欠你家服務 他就說 你們有顧外籍看護工外勞 所以不能用 奇怪喔 我喝咖啡 那個國家說每個人都給你喝茶 我再多喝一杯不行 奇怪 有沒有 好啦好啦這個不用講 我知道 上任馬上幫你修掉 你曾經說過 目前政府著重在壯世代 15%的身心健康狀況不佳的族群 而忽略了其他85%的族群 讓這些人覺得生活沒有中心 說難聽一點就好像在分析 所以我想請教未來的各種 你對這個主權有什麼 自己規劃 我跟你講喔 這一題為什麼要拿出來講 台灣少子化 是一個已經發生的事情 就算現在小孩子生出來 長大也是20年以後的事 所以來不及了 我們現在方法是怎麼樣 我們台灣喔 過50歲以後 就開始不工作 過50歲以後就開始退休了 日本喔 像南韓喔 65歲以上 還全職在工作 佔65歲以上人口30% 台灣只有8.8% 台灣過50歲以後 就有大量的人一直退休 離開職場 那現在台灣有少子化 就算你現在生也是20年後的事 所以現在怎麼辦你知道 我們要讓我們台灣的這些長者 從此不再認為自己是老人 繼續工作 繼續花錢 然後繼續玩 那你說要怎麼解決 有幾樣要做 凡事會阻礙65歲以上的人口 重返職場的法律都要修 有很多要修的 然後你退休 如果已經點月退 你不能再去接一個工作 每月薪是3.2萬以上不行 有很多規定 其實我跟你講喔 凡事會阻礙 老年人 重返職場的法律要先修 再來是職務要重新設計 你去日本看 那些7-11的都不是年輕人 都是老年人 所以在餐廳 餐廳在鐵盤 那些服務業都是老年人 所以是這樣啦 因為 為什麼這一條 這一條我會把它拿出來當證件 如果不這樣做的話 台灣勞動力不足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應付世界的競爭 你看我們現在要掃紙外 要審議外 那二十名要的事情 所以現在說要說 抱歉 各位長者 請我們大家繼續工作 要給我嗎 不是不是 繼續工作的目的是 繼續發錢 繼續發錢 繼續玩 因為你發錢以後 就剛才講 發錢以後 他那時候有算過 他說 我那時候看數字 目前喔 我們55歲以上的人口 佔台灣總財富的三分之二 大概有兩兆 每個人喔 因為每個人那個兩兆都放在銀行 不敢動 所以我為什麼說你有工作 有工作的話 你就比較敢發錢 你想想看喔 如果我們現在把兩兆的錢 移到市場上 整個他們的經濟就起來了 所以我告訴你 為什麼這個很重要 跟大家講 目前亞洲 中國 日本 韓國 台灣 這四個國家加起來 65歲上人口是3億 如果我們台灣 有辦法發展壯年經濟 我們會走在世界最前面 我們很容易賺到錢 我曾經是一名警察 因為覺得警察制度的進步 看不到未來 所以我辭職了 我個人在過去常常向上級機關提出建言 卻幾乎都石沉大海 還差點被桃園市警察局告 那基層公務員往往是最能看見政府問題的人 但基層的意見往往都得不到有效回饋 造成公務員有心無力 這個問題以前我在台大醫院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叫 IRS 什麼叫IR incident report system 就是說我們那個網路系統 每個人都可以上去key 就是說你對於你的單位 甚至副理長有沒有虐待你 你可以去輸進去 然後我們有一個專門的單位 會來分析這個 不過一般來講是這樣 後來我們查起來 我們那個 英文叫incident report incident就是事件報告系統 我跟你講 事實上我們台灣民眾黨 也在建立這個系統 我們有設立一個主席信箱 然後跟黨員講說 你有什麼不滿可以寄進來 其實我下一步要把那個信箱 變成那個叫做 結構式信箱 就是說你下去會瞎拉 你是要抱怨哪一項 然後點下去 然後再下 就是把這個結構式的資料庫 那我回答你的話 如果要解決這種 基層人員的抱怨 就是要建立那個叫incident report system 就是你有抱怨可以上去抱怨 我在台大院的時候有這個制度 其實我又把台大院那個制度 有拿到台北市政府在辦 但是我相信 這一定被廢掉 為什麼你知道 你想不想你當局長的時候 你的部下有打你的分數 你想不想 因為在市政會議都會被公佈 員工滿意度 因為每個員工都給老闆打分數 我們就跟他講說 這位局長啊 為什麼你的部下對你這麼不滿 你是有什麼問題 其實我跟你講 你講的那些都是可以做的 而且國外就有 然後 台大醫院也有 台北市政府也有 但是我相信我走了以後 應該不會再辦 因為那個 員工把老闆打分數 會形成很大的壓力 為什麼療養院管這麼多人 那個空軍醫院總醫院那是管士兵的 桃園療養院桃園醫院 都是八成樓 多少個小朋友 15歲沒管到25歲 他繼續在管 他問到一個醫學的問題 總人口裡面千分之四是 以前叫精神分裂 現在改名叫知覺失調症 我跟你講喔 以前我們在玉里 大概關了兩千人 在玉里 就是台灣有發現有精神分裂 全部運到玉里 不過他的確問一個問題很難回答 就是說 我們國家 你知道 如何用社會福利支度 來照顧這些人 當然是這樣啦 集中是成本比較低 要擺在家裡 也可以 但是那個就要很強的公共衛生護士 每個月去給他打針 我們沒有辦法考一百分 所以至少先六十分先做 如果有一天我們國家更有錢 也許就可以做到居家 居家治療 但是居家治療那個成本就很高 你要變成公共衛生 我們現在有時候 他不可能每天跟你吃藥 所以要有那種長效針 一次打一針個一個月 所以變成要 每個月去看 找到病人給他打一針 下個月再來打 這個就成本會比較高 全部給他集中起來成本是比較低 這就是喔 我要跟大家說 這個我以前在做醫生的心得 常常人活在世界上 沒有辦法考一百分 所以我們只能 為什麼我說我的人生哲學 心存善念 盡力而為 盡力而為的意思就是說 我當醫生 我跟你講 ECMO存活力沒有超過四成 ECMO已經很厲害了 要死得跟倒了 還要挖掉 成功率四十%而已 意識就是說 其他六十%還是死掉 所以是這樣 我們其實做醫生 也不是每個病人都救的回來 所以就是我們可以救多少算多少 如果這個社會更有錢 經濟更好 我們就可以給那些所謂的 身上人士更好的照顧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你會想說 我會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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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想說